2023年终于结束了 去年电影也可以说很是风不平浪不进 首先是迪士尼从以往最赚钱的电影公司宝座Round给了Universal 他今年一共推出了9部电影 但却只有一部是稳赚的 Bob Iger还得出来声明说 公司会重新注重质量多于数量 而另一边便是去年的抗议 编剧们反对被进一步剥削 而演员则对抗AI 许多电影制作因此而大延期 但好的方面是 许多公司也利用这段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作品的质量 去年的票房表现也显示了 人们不像以往只为无脑冲戏院 好电影才是关键 2023年确实有许多优秀的电影 但我肯定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所有电影都看一遍 但这份榜单应该已经概括了去年所有需要被关注的电影 这支影片就来统计一下 2023年电影Tiffany选出的10大电影 在我们开始之前 先来看看我认为2023年不错的电影 其中便有 Talk to me Imagino 2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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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5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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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普里工作室坚持首飞的做法 为动漫作品史上留下了一部近年来都难以超越的动感作画 这部电影中间集合了许多过去的作品元素 就好像吉普里工作室小心翼翼的在和观众打一次招呼 收获众多好评的同时 电影也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很有趣的讨论 原因是因为苍鹿这个角色在美国是由Robert Pattinson配音的 听说也是他主动要求配音这个角色 试镜当天是连样本都准备好给公司的 那种美男者怎样能够配这个角色 干我一定要重看这部电影了 第七名 Anatomy of the Fall 两小时的法庭戏如何抓乱的印象深刻 很简单 杀人案不够吗 那么就来个妻子杀害丈夫吧 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原来丈夫的死亡充满疑点 必要妻子不能不上法庭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案件一层层被剖皮的时候 我个人还在期待着一个反转结局 但电影的解决来的频繁却有合情合理 真相的背后或许是我们长期忽视的问题 这就是人性也是电影的高明之处 第六名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用一个好的故事来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这部电影应该就是对这句话的完全体现 整部电影毫无冷场 节奏平稳 甚至看完了以后还有点回味无穷 Martin Scorsese说明了只要故事和技巧到位 三个半小时也不过一眼瞬间 但要补充什么的话 那就是Leonardo Dicapio拜你的职业了 他的演技没有问题 但是他太出名了 出名到观众会打从潜意识 剧烈他扮演一个这么愚蠢的角色 如果这个角色没有长那么著名的演员的话 或许观感会大大进步 这部电影就三个小时半了 那么下一部会有多长呢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第五名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Wars 一部超越前作的续集电影 在影史上简直驱止可数 但一部超越前作的动漫续作电影 简直是大海捞针 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 看过的人肯定都能深刻的感受到 画面和剧情的明显进步 什么MCU Sam Raimi通通靠边站 这才是究极了Spider-Man电影好吗 Mouse Morales的起源故事在此时此刻 早已超越漫画和电玩其他媒体 能够牵动全职业的观众的心了 但其实你仔细想想 Spider-Man如此让人熟悉的故事 还能拍出如此新花样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顺带一提 这部电影的成绩如此优秀 绝对不是Sony的功劳好吗 而是因为请到优秀的团队在后面苦关 才能出来的结果哦 拍出了这么多佣片的Sony 所以我是绝对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的功劳的 第四名Barbie 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部电影很奇怪 但也是这份感觉让我把这部电影交到榜单里面 它把一个以其刻板印象来销售的产品 改变成一部女性突破自我的电影 这大概就是因为我还在消化这部电影的原因 电影刚公布的时候 我的第一印象会像是LEGO MOVIE一般 小人物大冒险 这部电影的基础故事虽然像是 但却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荒唐外衣 让你以为是恶搞电影 最后又变成了一部转变大人的洗礼仪式 它成功做到的比观众想象的还来得多 也因为这样让我印象深刻 另外还有Ryan Gossain 问你亲自演唱I'm Just Can 你有什么不看的理由呢 第三名Portings 2023年最另类定 除了它没有第二部的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看到Emma Stone全落上阵 原创题材是大家都想看到的 而Portings就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缺 它帮你带进一个诡异的全新世界 展开一场你没有心意准备的世界声音 你看看你熟悉的演员在你面前发飙 贡献的你没有看过的一面 意想不到的故事线 最后回敬的是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局 观众又怎么能不爱上它呢 第二名OPENHEIMER 这部电影怎么可能会不在榜单上你说对不对 一群大卡式的精悍演技 加上Chris Fennel最成熟的拍摄技术 就终于是神作一部 他绝对配得起所有对他的赞赏 而且Killian Murphy终于在一部大制作上当上了男主角 这也是对这么多年默默耕耘了他的一个认可 我一直觉得好莱坞欠他一个大演出机会 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 等到一个让他发光发热的机会 不仅仅是他 Robert Downey Jr.也在电影发挥了128星的演技 让观众看到他离开IOMED HOG的可塑性 他向来都是一个好演员 但作为配角的他 反正他没有甘于退居身旁 倒是一只出来挑战主角的地位 我们看你的厉害之处了 你还不要休息一下呢? No! Not Nagasaki 就这样 Christopher Nolan加上一群不认输的精悍演员 无论是选角、配约、剪辑、拍摄手法 都找不到任何缺点的电影 一部神作就此诞生 最后的这部作品 我相信观赏过的观众绝对是少之又少 但今天对我而言最漂亮的电影是 Past Lives 没有夸张当地的画面 剧情和其他电影比较起来也相当平淡 但就是他那个平凡的故事更能触动我的心 电影里面的人物是多么的真实 甚至到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地步 而电影结束的那一刻 迎接我的竟然不是哀伤 而是一股释怀感 一股像未来的憧憬 没有卖弄高超技术 用最诚实的故事来打动观众的心 这部电影做到的 所以都有而言 这才是2023年最优秀的电影 那么电影Tifani 2023年十大最佳电影讨论便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电影也想分享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 想听更多电影影片的话 一定要关注电影Tifani哦 明显 明显